那麼這個內閻經 它的權柄比較長 它叫做大佛頂 如來逆陰 修正了逸 諸菩薩萬恆窮讓閻經 那麼簡稱是叫做內閻經 那麼這個內閻經 它其實是在我們這個大聖經典裡面 一部很有名的一部經典 那麼因為它的爭議心也比較多 有爭議 什麼爭議呢? 就是有一部份的人認為它是偽經 就是這個不是佛說的 那麼就是好像是後來的人創作的 那麼為什麼? 因為一方面也是因為它的這個 它者佛經總共有十卷 那麼這十卷者佛經幾乎就是涵蓋了 我們這個佛法的一個很主要的這些內容 比如說怎麼樣這個破明開悟啊 還有要怎麼樣去理解啊 還有各種這個包括一些這個輪迴眾生世界 這些輪迴相去的原因 那麼還有包括怎麼樣去認知這個正理 那麼怎麼樣去啟修、修行 那麼修行上呢?會封到的一些 一些這個模式 就是很多的這些障礙 或者是一些就是似是而非的這些道理 這些現象 那麼它在這個經典裡面呢? 它都有很清楚的一個剖析、解說 那麼所以這部經呢? 也可以說就是涵蓋了整個佛法的一個內容 不管是你要怎麼樣去這個領悟啊? 或是怎麼樣入手啦?修行啊? 乃至於呢? 在這當中會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麼在這部經典裡面都有很明白的指示 那麼所以呢? 這部經呢? 再加上它這部經的這個翻譯文字 用的非常的這個非常的精美 那麼而且就是曾經有人這個古人啊 曾經有人讀了就很感慨說 自從一讀這個《楞嚴經》以後 從此就不看這個世間這些曹佛書 就這些渣渣啦 好像世間的這些書籍 這些文字呢? 簡直就是就好像這個渣渣一樣 不夠這個所有的這個精髓 幾乎都是在這個《楞嚴經》裡面 來這個顯示 所以這個《楞嚴經》裡面的翻譯用字 可以說相當有相當有相當有學問 相當有智慧的 因此呢?這一部經呢? 這個在很多不管是教界也好 學術界也好 那麼都有不同的聲音認同不一樣 那麼所以這一部經呢? 它的簡稱是叫做《楞嚴經》 那麼它是也可以是屬於這個 它是屬於這個密教的經典 密密部 所以就是它的這個 在我們這個三藏十二部的這個編輯裡面 那麼是把它歸類在這個密教部 那麼從宋朝之後呢? 可以說盛行在這個禪教 也就是說修禪的 或者是研究教理的、教義的 那麼都是非常的這個盛行 盛行這一部經的研究 那麼這一部經呢? 因為它是唐朝 唐朝中中的時候才傳入這個中土 那麼因此呢? 在這個唐朝之前 其實呢? 是這些名人 比如說智者像智者大師 他就曾經就是這個向西方 求拜這一部經 希望能夠提早呢? 能夠這個 能夠提早到這個中土來 能夠讓它能夠拜讀到 但是一直沒有緣分 所以因為這個智者大師呢? 他當時在這個研究 研究法法的時候呢? 那麼他有創立這個三觀 就是空甲中三觀的這個修禪方法 的這個主題啊 那麼有碰到一個這個印度的僧人呢? 告訴他說 你這個你所創立的這個三觀的這個修法門呢? 那麼其實跟這個那年經裡面呢? 這個主旨其實是很雷同的 非常相近 那麼他就很 他就很這個很希望能夠這個 能夠這個讀到這個楞严經 所以呢?他就朝這個西邊 每天都朝西方呢?拜求 希望這個楞严經能夠傳入 能夠早點這個能夠讀到 但是經過十八年的時間 他都沒有看到 所以在智者大師的時候 然後他沒有這個緣分 來這個讀到楞严經 那麼所以在從唐朝的時候呢? 中中的時候才這個傳入 才這個翻譯流通 因此呢?幾乎對這個楞严經做註解的都是自宋代以後 宋代以後 那麼明朝這個也最多 那麼都對這個楞严經呢?來加以註解 那麼這一部經呢?在這個智序大師 就是明朝的智序大師 他也在這個月葬之經這一部書裡面呢? 他就是提到稱讚這一部經呢? 他是宗教思難 性向主要 是以代法門之精髓 成佛作主之正義 也就是說可以說呢? 這一部經可以作為這個佛法的一個指南 就是一個方向 那麼而且呢? 是含設了性跟像 就是性中 這個一切法的這個性向 兩個這個 兩大這個主要的一個方向 那麼而且他也是什麼? 透過這一部經的一個內涵 那麼你能夠什麼? 能夠這個不會錯誤的修行 就是修行才會正確 知見正確 那麼在這當中所會遇到的這些魔境模式呢? 你也比較有洞察力 就是才有這個警覺啊 那麼這一部經呢? 相傳他傳來中國的時候 可以說是非常艱辛 為什麼? 因為在當時這個翻譯的人是波拉蜜蒂 那麼他是中印度人 那麼當時呢? 這部內涵金呢? 在這個印度 他是屬於國寶 是國寶級的 他們是不可以外流 不可以外流 但是呢? 波拉蜜蒂因為紅髮心切 那麼他希望把這一部經呢? 能夠這個帶到中途 那麼來這個廣結善圓 使大家都能夠這個能夠去讀送到 所以呢? 他第一次要把他帶出來的時候 就被抓回去了 那麼沒有辦法這個沒有辦法進來 那麼第二次的時候 他就想辦法要怎麼樣去把他偷渡出來 所以呢? 他就用那種很細很薄很細的這個擺卷 那麼把嫩顏金寫在上面 然後呢? 割開他的肉 然後縫在裡面 縫在他的肌肉裡面 那麼等這個傷口好的時候 那麼他再出來 那麼這樣子被檢查的時候 檢查不到 那麼到了這個中國來的時候 他再把他割開 然後再把這個經書取出來 那麼再把他這個翻譯 那麼像這樣的說法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聽起來 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實覺的那年金 怎麼可能會這個變成 這個寫在這種細卷裡面 然後縫在這個肌肉層裡面 想想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麼其實呢? 以我們現在的科技來看 那麼其實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就像這個很久以前 這個有那個一粒米 上面就刻了心筋 有沒有? 兩百六十個字的心筋 在一顆米粒上 那個是叫微雕啊 叫微雕 就能夠刻得那麼精細 所以你要看那個東西 你要放大進去看 然後看的時候 你還會發現 他會幾乎每一個字 就是乃至於這個一個 一個河桃裡面 河桃子人 裡面能夠刻了這個山水 一艘船 或者是裡面還有人在 這個在裡面泡茶啦 這種風景各方面 那麼其實回想起來 當時呢? 有這樣的一種這個精密 其實也不是不可能啊 那麼但是呢? 就是紀錄上是這樣講 就這樣子聽 但是呢? 這個也無從考證啦 不過呢? 比較有爭議的呢? 就是這一部經 它到底是 是不是真的 是佛說的一個經典 那麼當然呢? 最主要就是 它在這個翻譯的這個 這個經過裡面 因為它不是得到 這個皇帝的一個下詔的一個 也就是說 它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吧 不是屬於這個 這個國家的單位去 去指示翻譯的 所以它在這個 在這個佛經的這個目錄 紀錄裡面 其實登記的就有一些出入 那麼因為這些出入呢? 當然引起後來的人呢? 要在來證明這個經典的一個真實性 真偽上呢? 那麼它就有一些可疑的地方啊 感覺就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所以呢? 有些人呢? 他就認為這一部呢? 其實不是佛說 是後代人所做的 乃至於也懷疑是房榮 就是當時弥獸紀錄的這個人 所做的 那麼所以呢? 這部經典呢? 因為它的這個內容 跟其他顯教的經論 所說的都有一些出入 那麼所以自古以來呢? 對於這部經呢? 這個真偽的真實 那麼但是呢? 也不能決斷 雖然說有這樣的這個 各有所說啦? 有他們的懷疑 但是呢? 每個人講的都有它的道理 也就是說都有它的根據 都有它的道理 所以呢? 究竟是不是 那麼這一部經的真意呢? 也是比較多 那麼在這個 這個《那年經玄境》 這本書裡面呢? 訊文裡面就有提到說 因為這個真偽的真意 其實不是現在才有的 也就是說在當時 宋朝的時候 宋明當時的翻譯呢? 就開始有在 對這方面呢? 就已經有做了這樣的一個質疑 所以呢? 這部經呢? 認為有一些不定 就是不能決定的這個疑惑呢? 它其實有兩點 第一點呢? 是指它的傳經不定 也就是這部經的這個傳譯 時間還有這個對象 那麼其實都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決定說 所以呢? 這個唐朝的時候 因為這個 就是這個中中的時候 神隆是一個年代 那麼這個波拉密第三帳呢? 潛江犯甲私入廣州 一而受防相國榮 就是防榮 就是相國 那麼當時呢? 像 防榮因為被貶 被貶到廣州 那麼就碰到這個波拉密地 這個三帳 那麼知道呢? 他有帶這個金本 能言金 所以呢? 就協助呢? 怎麼樣來這個翻譯 那麼這個時候 這個因為這個本國擇起偉智 持甲頓去 那麼也就是說 這個波拉密地呢? 他來自這個中印度的這個國家 那麼因為什麼? 知道他把這個範甲帶來 私自帶出 所以呢? 他就又回去 那麼又回去之後 這個防榮呢? 因為他想要這個禀咒 就是禀咒皇帝 但是又沒有達成 又沒有達成 所以呢? 這個範本呢? 就沒有一個根據 那麼對外是這樣 那麼對內呢? 就是目錄、失散、沒有紀錄 就是在這個 尤其是這個至身 所作的這個開源釋教錄 就是在這個 也是唐朝開源年間 那麼他整理的這些 就是從這個 這個漢明帝的時候 佛教傳來 開始傳來 那麼他有多少 傳進多少的金本 那麼有多少人的翻譯 那麼有這個 那麼他有把它做一個總整理 那麼在這個整理當中呢? 並沒有記載《楞嚴經》這一本 這一本金 所以呢? 所以這個就已經很可疑了 所以說這一部金是這個 是這樣的傳遺過程 就很可疑 所以第一個就是提到 那麼這個至身呢? 是指這個 這個著作這個目錄的人 那麼他裡面提到 這個《楞嚴經》呢? 是由懷迪所翻譯的 那麼跟這個本來說是 波拉密蒂所翻譯的 翻譯的人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可疑的地方 那麼另外呢? 還有這個經過一些人的考證 所以就是傳經不定 就是讓這個後世人呢? 產生了這個疑惑、疑慮 那麼第二個就是判經不定 那麼所謂的判經呢? 其實就是在古人呢? 他們在做一本經的一個著書 或翻譯或是這個解說的時候 那麼他們會把這一部經判為 就是判定它是屬於哪一個 就是它的這個意義啊? 那麼它是屬於什麼樣的這個層次 或者是它是針對哪一些人 所說的經典 那麼因為佛法呢? 它是隨應眾生的根器而說嘛 什麼樣的眾生呢? 它需要什麼樣的法門來這個修持 所以這個都是各有不同 那麼當時呢? 這個最有名的就是智者大師 他所判的這個五十八教 五十呢? 也就是說佛陀呢? 說法四十九年 大概可以分為五個時段 也就是第一個就是華顏時啦 也就是說先講華顏 然後呢? 再講這個什麼波瑞啊? 還有方等啊? 或者是阿涵 那麼總共有五個時段 那麼五十四教 四教呢? 它其實就是華以四教跟華法四教 也就是說 針對眾生的這個說法的一個深淺 那麼它有哪四種差別? 就是還有它的這個意義啊? 還有它所教化這個 所說法的方式 那麼它是有這個大概可以分成八種的一個不同 因此呢? 古人呢? 他們在做這個經的這個著書 那麼都是會先判定 這一部經呢? 大概是屬於什麼教 哪一時說的那是屬於什麼教 那麼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分判 但是這一部經呢? 也很難判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所講的呢? 有劍有鈍 那麼而且呢? 也有這個剝類 也有方粉 因此呢? 不好判 所以呢? 這個判經的部分呢? 它說五十四教之墓 設理切經 無不各從其判者 也就是說這個五十八教的這個 這些這個條目的施設呢? 它是能夠含設所有一切經典 一切經典 但是所以呢? 每個這個要註解的人呢? 都是能夠這個依循這樣的一個內容來做分判 但是呢? 讀讀這一部經是最難判 最難判 那麼後面呢? 它就提到了這個幾位祝傑那年的 祝傑那年的他們所做的分判 比如說這個戒環大師 他判這個是屬於這個波雷時 波雷的時候講的 那麼這個子權大師呢? 他是判是方等 那麼還有其他人就是判是 在法華涅槃之間所說的 所以呢? 其實就是怎麼樣? 就是頓見密密不定 也不是葬風別緣 這個是屬於 這個就是屬於這個四教 也可以就是話法四教跟話語四教 那麼 那麼所以呢? 認為這個始終前後 都是怎麼樣? 恍乎難品啊? 就是沒有一個確實 確確的一個根據 說這一部經一定是屬於什麼時候講的 它是屬於什麼樣的一個教法 這個是很難判定 所以呢? 這個也是後世所起疑的第二個疑點 那麼因此呢?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會讓這個 才會讓這個 大家呢? 就會懷疑呢? 它不是佛說的 那麼 以這一部經的這個內容來看呢? 它是屬於這個 所謂這個 諸佛如來 大總之門 秘密心印 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內涵啊 那麼它是同設以大上教 五十三聖 聖凡 真望 迷惑 因果 含設了這麼多的內容 可以說是設法無疑 那麼修正邪正之皆差 還有輪迴顛倒之秦壯 了然目前如關掌果 那麼也就是 楞嚴經呢 因為它裡面所 所說的這個內容 十卷的內容 其實它含設是很廣大 那麼就是 包含了一大藏教 裡面喔 不管是三聖的修為 還有聖凡 真望 迷惑 還有這個因果呢 全部都包含 所以呢 它說了然目前如關掌果 就是什麼 非常清晰可見 那麼 可以說是 側一心之心緣 該萬法之志 無上此間之廣大細備者 所以沒有比這一部經 就是說能夠這個 所說的這麼徹底 能夠這個通徹一心的本源 那麼包含了所有一切萬法的游致 也就是一切萬法的之所以怎麼產生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個顛倒象狀 那麼這些呢 通通在這一部經裡面講得很詳細 那麼如來呢 以大勢因緣出現世間呢 舍死別武開導也就是說 在法法經裡面提到 這個佛為什麼會在這世間出現呢 那麼是因為什麼 有一個大勢因緣 所以在這個世間成佛 所以成佛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告訴我們這一件大事 那麼這一件大事是屬於什麼 佛的知見 所以要能夠開佛知見 那麼指示佛的知見這些內容 因為我們凡夫都是什麼 顛倒的知見 不是屬於正確的 真正的知見 所以佛呢 就是因為這一件大事的因緣 所以才出現在這世間 所以如果離開這一部經呢 或是離開這個道理 沒有什麼可以開導我們的 也就是說離開了這個佛知見 那麼就沒有什麼開導我們的一個內容 還有必要了 為什麼 因為眾生就是因為民意的關係 所以才會產生這些生死輪迴的想像 那麼煩惱啊 種種才會這個沒得解決 那麼怎麼產生的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怎麼解決怎麼樣能夠解脫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甚至於我們很多眾生呢 在這個苦當中呢 其實也不以為苦也是很多 以苦為樂的也很多 那麼因此呢 究竟什麼樣才是 怎麼樣才是這個正見 才是正法 才是這個實相 什麼樣呢 是這個顛倒的相狀 那麼這個呢 我們當然都必須透過一個 一個這個輕正的 實正自覺的人 那麼他才能夠把他的這個經驗 還有他的這個領悟智慧 那麼來教導我們 所以呢 這個這個叛教的人呢 那麼認為就是局限在這個一時一覺呢 那麼有些人就認為這個簡直就是什麼 往虧一側啦 就是好像你用這個這個小管子來看這個大世界一樣 那麼你當然不能夠看到他的全貌 所以呢 當然每個人所說的都有他的一個這個 都有他的主張 有他的觀點 還有他的依據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因為註解楞嚴經的人有很多 可是呢 這一次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 潘山大師的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見解 那麼 因為潘山大師呢 他本身呢 他不但對於這個經驗非常的有這個內涵 甚至於他在這個禪修方面 解形相應方面 他也很有這個成就 那麼 因為他本身就是有全身設立嘛 現在在這個廣東的南華寺 他的這個全身設立 所以現在在這個廣東那邊 還這個受人勾奉 那麼因此呢 藉由潘山大師他對於能言經的一個觀點 那麼我們呢 來了解一下 這個粗略的來了解一下能言經他的一個開要 那麼 那麼 他呢 是在這個 在他的這個書裡面呢 他有提到 他是 曾經在這個五臺山的時候 冰雪中 參就向上 也就是參產 那麼 以此經來印證 也就是說 我們修學呢 當然也是要什麼 依於這個 依經 也要依於這個經典 佛陀的教會 教導 那麼來 來這個 對應一下 我們所修的 或者是我們所這個禮物的 究竟是不是正確 有沒有這個偏解 那麼當然呢 他在這個修正當中 也是以能言經呢 來做印證 那麼 那麼 姦寧正經 以造主之 豁然有德 也就是說 在他的這個禪修過程當中呢 怎麼樣來這個 來這個用心 那麼 他其實是很有心得 那麼 一直到這個東海的時候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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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作三年 當然也就是說 不斷的 不斷的 在這個殘修當中 那麼 偶月死經 一夕 與海戰空 陳雪 雪月交光之際 就是 偶然 就是在這個 海戰空城 然後 海戰空城就是什麼 就是等於就是 風平浪靜的時候 這個 這個 大海呢 非常沉浸 那麼這樣的一種 這個情境下 雪月交光之際呢 恍然大悟 那麼 忽然感到怎樣 身心世界當下平成 如空花隱落 那麼 這個就是他 當時的一個心得 禪修的一個禪禁 那麼 事業呢 秉足術玄境一卷 也就是說 他是先做了能眼玄境 就是 因為他當時呢 就是 就是 很有境界 而且也這個 很有心得 那麼就很快的 把它記錄起來 因為他是 都用這個 楝顏經呢 來這個做印證 也就是說 他所修的 所經歷的 或者是 這個 這個 所禮悟到的 有沒有跟經呢 能夠 能夠 相應 能夠 吻合 所以呢 當時呢 他在這種 這個 很有建立的狀況下 他就寫了 玄境這一卷書 那麼他所寫的是什麼 一一心三觀融會一經 也就是說 三觀呢 指的是這個 空講中 怎麼樣來這個 修觀 那麼來這個 融會這一部經 那麼意思說 迷霧呢 不出一心 究竟不離三觀 那麼他是什麼 可以說就是很簡要的 把這個修行 乃至於修正 那麼 的一個本根本 還有這個修正的方法呢 那麼他很簡要的提出來 意思是說 我們眾生呢 迷惑的是悟 也就是說 不管你是反還是聖 迷跟悟 那麼 即使這樣的 這個懸殊差別 都是在一心當中 也就是沒有超出一心的一個內容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眾生迷也是由心而迷 因為心而產生的迷惑 你煩惱也是由心而產生 你開悟 你正道也是由心而正 也就是說 一切萬法呢 都沒有離開你的自信 沒有離開你這一心 那麼究竟呢 也就是說 要怎麼樣去這個達到一個 達到一個這個解脫的一個 乃至於成果的聖境 最終 終究就是沒有離開三觀的一個修行法門 那麼 但以禮觀為主呢 於穩則略 也就是說 如華言法界之色 亦在得意 而言可妄言 那麼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所做的這個 所做的這些派事呢 其實都是注重在這個禮上 也就是說 從禮上去入手 和什麼 由禮而代出行門 依禮而起行啊 那麼就好像說我們一定要什麼 我們要了解一個方法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要什麼 先從他的理論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道理上去深入 確定了之後 那麼才能夠由這個禮呢 依於這個禮 來這個帶動我們的修行 也就是說你的修行 一定要有一個根據 這個根據從哪裡來的 就是從你對於道理的一個透過 徹頭徹尾的一個了解 假使呢 我們只是一知半解 那麼當然我們在行上面 一定會產生矛盾或衝突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開解 乃至於呢 你就沒有獲得一個正確的一個知見 那麼就很容易怎樣 又產生了偏差 那麼這個最初的一點點差呢 可能你還不覺得怎樣 但是這個差這個距離呢 到時間越長久的時候 他的分歧就越大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在這個修學上 不管你學什麼東西 乃至於你要去學這個世間的技術 學問也好 各方面還是什麼 要先從他的道理 全盤的這個理論上去入手 要能夠去通盤的去了解 那麼一切輾轉怎麼樣的這些參照 都沒有疑問沒有問題了 碰到任何障礙 你都有一個正確的這個知見呢 能夠去開解的時候 那麼這些所有問題就不會感到為難 它就不會是一個很這個 會讓你產生了這個疑惑 那你當你對一切法沒有疑惑的時候 你的信心就開始凝聚了 信心才會建立 所以我們想說 像我們華言這個最初一定要什麼 有四門嘛 第一個一定是信心 怎麼樣起信 升起信心這個信心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信心的建立呢 它就是能夠影響你後續的這些 這些行門的一個內涵 因為在這個修行當中 它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 它所碰到的這些障礙 還有這些都是各有不同 有很多很多的這些分歧都不一樣 那你怎麼樣能夠有一個準確的一個觀念 所以呢 其實我們講說佛法的這些道理呢 在我覺得就是什麼 就不外乎就是在調整 調理、調整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一些觀念、想法 因為你對一個問題 或者是你對這些事情呢 你存著什麼樣的見解 它就是影響你的這個身口意 你的做法一定就不同 就是依於你的這個觀念來的嘛 那如果我們能夠怎麼樣 把我們的這個觀念修正到怎麼樣 合乎佛法的一個正軌的時候 那麼由此而起修 那當然就是這樣 就不會錯失啦 所以就好像在調頻一樣 當你那個頻率沒有調準的時候 你要收訊 那就是都是雜訊 對不對 一定不會清晰嘛 而且也不準確 但是你要是怎樣 你要能夠善調的時候 把這個頻率調對了、調正了 那你自然就能夠接收 就非常的明利、很明快 所以最主要就是再能夠去確實地去領悟到這樣的一個道理 然後把我們內心的疑惑 把我們的疑惑能夠把它釐清、能夠解除 那麼這個時候信經就開始產生了 那麼安山大師呢 他對於這些不同的這些觀點、說法呢 其實我覺得他的這一段這個懸判 也就是說他的這個看法 我覺得非常中肯 為什麼?因為他完全 他以這個佛法的一個這個詛咒 那麼來說明 尤其是以這個華言的這個觀點 那麼來通盤的來這個看這些法門 所以呢 他在在這邊每一個人都有 都有他的各式主張的時候 那麼安山大師呢 他把這些不同的主張 全部都納入華言的這個三昧裡面來 他用哪一個三昧? 用這個刹那記三昧? 就是像這一張圖裡面就有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華言七宿九會的一個圖表 對不對? 安山大師每一會他都有度不同的定 度不同的定來說法 所以呢 他以這個這個第七會 華言的這個第七會如來為會主 說這個等妙覺法門 那麼所錄的刹那記三昧 那麼來這個代入所有一切這個 在能言經裡面各個不同展現的層次呢 那麼他全體就會歸在刹那記三昧 也就是說你不能夠定說 不能夠決定的說 他一定就是屬於哪一史所講的經 而是怎樣? 在這刹那記三昧當中呢? 所有一切史全部在刹那都完成了 所以呢 他就我們來看一看他所說的這個懸判 那麼他說呢 他說從前誓今諸詩 反解當今必先懸看石門 就是以前呢 這個解釋經典的這些這些這個法師呢 都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分石門來說明 那麼分石門說明是要印學者呢? 知道說如來印是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大藏教 從始至終而有五十五教之別 為小始終遁緣 而有潛生次第之不同 那麼前面我們看到的那個序文 他不是提到五十四教 那一篇序文不是憨山大師寫的 他是別人寫的 所以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著作的人 那麼他所用的方法 或是他所用的名像 你就會知道 他是以華眼的來 以華眼的這個義理教理來做分判的 還是從天台的 依循天台的這個智者大師所做的分判 所以呢 在這裡呢 這是漢山大師所做的 你看他就用五十五教 也就是用華眼法上的這個鮮守五教的分判 那麼他來判斥這個如來所說的 這個四十九年所說的這一大藏教裡面的這個寒舍 所以他說 小始終頓圓呢 而有這個淺生四地之不同 也就是說從偶到尾啊 佛陀所說的法其實就寒舍五教的內容 那麼他說 說克時一經病數何時何教 這個乃是注釋的鬼則 注釋的鬼則 但是呢 如賢守清涼以後諸皆主述之 莫不皆然 也就是一直到這個賢守大師啦 清涼國師啦 以後這些人呢 他們呢 凡是要這個解釋 注釋這個經典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判釋的一個前提 一定會先做這個前提的判釋 然後再來說明這一部經的內容 所以呢 獨有此一經呢 只有這一經 前後解者凡時於將 各據於見 就是前後解說的人呢 有十多個 但是呢 每個人見解都不同 所指之時前後不同 多起爭論 眾覺 難覺眾疑 也就是說 越說就 每個人主張都不一樣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變成 這個 大家在學習上呢 當然也是跟著就產生了疑惑 他說 與常見有本 別體一名灌頂不中露出別形 也就是說 有的這個 就是他曾經看過 另外有的這個別形本啊 裡面有另外提到 就是上面有著名啊 然後有著名他是灌頂部中 由灌頂部來露出的啊 所以呢 因地觀此經呢 非一時頓說 相無敵據 也就是說 他雖然知道這一部經呢 不是一時頓說啊 但是呢 但是呢 他沒有這個明確的一個依據啊 根據 那麼 可是呢 看到這個 長水 著書 也就是這個子玄 長水子玄 法師呢 他的著書呢 他的經本裡面 有另外提了一個名稱啊 叫做 《中印度那那陀陀大道場經》 於灌頂部中露出別形 也就是從這個灌頂部呢 來這個 來露出的啊 結露出來的 那麼 那麼 玄師叛雲 佛說此經 非一時頓說 說必前後 那麼 世之急者 約淚創禮一部 這個就是 因為呢 這一部經呢 他有不同的時段 裡面所說的 有不同的時間地點 所以可見得呢 這一部經 他不是一時把這十卷內容 全部都說完了 而是什麼 他一定有前後的這個時間不同 那麼 但是呢 結集的人 他把他整合起來 那麼 作為一部經 所以呢 以此為準呢 離信不疑 大家都認為 是這樣的 也就是說 這一部經呢 他是 他是各個不同 一卷一卷的不同 但是呢 是結集的人 他把他整合起來的 所以呢 但是呢 他認為 但祥經中自明灌頂張句 那麼 則即者約類可知 那麼 他說 謹事言之 他試著呢 來把他做個說明 然後 用他的觀點 那麼他把他 把這一部經呢 的這個 這個 這些 這些 這個 這些 落差 那麼他用 這個 華也的這個 這個 觀點 那麼把這個 所有的這些差別 這些 這個疑問 這些差別 那麼他把他做一個整理 那麼他把他做一個整理 觀點部呢 乃是我中央 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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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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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根本法輪 淡批一類大根眾生 也就是大根器的眾生 但是小根之人如莽如農 這個在我們《懷疑經》裡面就有提到 就是這個佛在成道的時候 菩提出向成道的時候 他就怎樣展現了如來的一正惡包 當時十方的這些大菩薩 全部都來集合聽法 這個時候佛所說的法 其實都是屬於最上乘的 能夠聽得懂的就是這些法神大事 在場的這些惡聖人 比如說社利弗、穆劍 連這些根本就看不到、聽不到 那麼所以捨那世尊 入叉那記三昧 雙垂兩相 現映化身 世生三界 明釋迦牟尼 也就是說這個法神、成就法神 就是當然法神的這些圓滿、報像 那麼說法就是屬於稱作如舍納 如舍納佛 那麼其實如舍納就是譬如舍納 但是因為什麼? 新舊本的翻譯不同 所以就做這樣的一個區分 就有法神、報神、法無報國的一個不同的建立 所以但是說這些大法 這些只有大根氣的眾生他能夠聽得懂 小根眾生他是沒有辦法了解這個道理 因此就怎樣?雙垂兩相 就是引了這個法神跟報神的莊嚴 那麼世縣化身、現映化身 顯示在這個生與三界當中 那麼由最初的這些世間的跟世間人一樣 那麼就是生在王宮 然後因為知道這個想要這個解脫這樣的一個苦 那麼去思維道理 那麼這個出家苦行、修行成道 有經過這樣堅苦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說始從兜率、降王宮 入胎、出胎、離至出家苦行、八相成道 那麼這個是顯示成佛的一個過程 每一尊佛要在這個世間人間成佛 之前一定是在兜率天一生苦處 在苦處當這個不畏佛 所以一開始從這個兜率天降王宮 就是這個入胎、出胎 那麼一直到出家苦行、到成佛 那麼呈現八種相狀來成就佛道 那麼所以最初在這個入無怨、入野怨說法 那麼立方等波雷、法華等四十九年入大涅槃 那麼始終不出剎那幾三枚 所以他認為在這個這樣的一個事件的歷程 那麼一直到這個說法的這個四十九年的這個過程 一直到他入涅槃 那麼其實這些總共全體都是在這個 刹那幾三枚當中一刹那完成的 那麼所以他說所說一大仗教 這個稱作射末歸本法輪 所以我們講這個法輪呢 其實華眼就是稱作根本法輪 就好像這個樹它有根本嘛 那麼由這個根本而什麼?開展出之末 那麼所以後來這些三聖的這些教法呢 那麼這個通通都叫做射末歸本 把這些所以法華經呢 也稱作射末歸本法輪 他也是成佛之道 但是他是怎樣?他是射三聖為一聖 那麼把這些不同這個身為 圓捲菩薩這些種種的差別 全部都怎麼樣? 匯歸於一個佛道 匯歸於成佛 那麼這個就是其實就是什麼? 他的這個開展不一樣 所以華人、華岩他是稱作根本 那麼其他的這些三聖教法叫做射末歸本 那麼也就是不離開根本就是了 所以雖然有很多的這些種種差別 其實他都是沒有離開根本法輪的一個分據 所以這個也稱作叫做射射教 射就是什麼?射五聖三聖 射歸一聖即滅場地 因為五聖指的是眾生的差別 有五聖的差別 那麼比如說他有這個也是叫什麼? 一切眾生其實都有種種不同 就是有些人他是屬於菩薩種姓的 有些人他是生文種姓的 有些人是圓絕 乃至於有些是什麼?斷善根的 那有些人是什麼?不定的 不定種姓 那麼這個五聖也指的是什麼? 開掛了所有一切眾生的類 這個根氣 那麼就是有人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眾生 很多眾生即使是同樣都學火 但是有些人他的主觀 他的觀念思想就是不一樣 就是同樣都是學大聖法門的 但是有時候還不太能夠契機 彼此還不一定能夠契機 那麼所以這些都是眾生的 這個根氣的不同 那麼還有這個三聖 三聖就是我們講 就是身文遠絕菩薩 那麼也就是說 有人他是想要這個自求解脫的 有些人他是不需要火出事 不需要老師教 他自己就有那種天分 他能夠去觀音源 能夠是了解道理的 那有一些人他就是什麼? 很熱心助人 然後他有這個能夠幫助眾生 也希望不但是這個自己解脫 他也希望眾生都能解脫的 有這樣的宏願的 那麼所以這些都各有不同 但是這些通通要怎樣 射歸一聖其滅場地 指的就是什麼? 華眼 回廟莊也排 回所歸之地 也就是說 終究就是要能夠回歸華眼的一個 一個這個法界的一個無量境界 所以他說好比這個窮子之家 這個當然這個典故也是出自於法經 經典裡面的典故 但是三關廟門乃是歸家之路 所謂說一路涅槃門 也就是說這個雖歸遠是沒有無二路 但是方便有多門 種種的方便 其實都是要能夠匯歸於最終的一個目標 那麼這個目標指的就是華眼 這個無量莊嚴的一個書聖盡地 那麼但是怎麼樣能夠返回呢? 能夠返流? 當然就必須要透過修正的方法 那麼這個方法指的就是三關 就是空甲中三關 那麼也就是說你看一切的世界 因為眾生都是著與有 就是怎麼樣破除我們的謎質 因為一般眾生都是什麼? 認為一切法的有 就是因為生活在這個世間 從來的這些習氣、這些執著妄想 當然認為什麼都是實在的 什麼都是真實的 什麼都是具有的 那麼首先當然就是先透過空觀的一個理念 怎麼樣能夠什麼? 看透這些現象 它是假有的現象 那麼所以呢 了解什麼? 一切法都是沒有自信的 一切法沒有自信其實就是空 所以講這個空觀並不是指說空空蕩蕩的 什麼都沒有 而是什麼? 你能夠如實的在所有一切現象的 這樣的一個運轉當中 但是能夠有那個穿透力 有那個透視力 能夠看到一切法其實都是不堅固的 都是沒有一個本來存在的 或者是有自主性的 或是它能夠無力產生的 完全沒有 世間所有一切找不到這樣的法的存在 乃至於什麼成佛 也不是一個本來就成就的佛的一個存在 然後等你去得到 所以包括成佛、修行成佛也是一樣 也都是什麼? 也都是沒有自信 那麼這個沒有自信當中 其實講的就是一個緣起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所有一切法 它只要都是必須透過一個條件的具足 它才能夠產生作用 才能夠有這個具足這樣的一個現象 什麼都是 所以就沒有一法它是實有的 那麼所以這個棋子一切法不實有 那麼這個就叫做空 就稱作空 為什麼? 那就是另外也就是怎麼樣? 沒有一法可得 也是空 就是你得不到 沒有一個實在的一個法 所以這個首先就是由空觀去入門 然後才怎麼樣?從空出獎 就是能夠知道 雖然是一切法是無自信的、是空的 但是它不是沒有緣起的現象 也就是說當它碰到因緣際會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這個 透過這個因緣所產生的這個象徵 我們就稱作果報、稱作果 那麼這樣的現象其實它並不能夠去否認到 不能去否定它 也就是說雖然有這些現象 但是它本質是空 雖然是空 可是它又會隨著因緣而變見 產生種種的不同 所以能夠把這個空跟假能夠去統合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稱作中道 就能夠怎樣? 不偏於空、也不偏於有 那麼也不認為一切法就是滅了就是滅了 有這個斷滅間 也不認為、也不執著說一切法就是如常 都是常態的、都是一定是這樣的產生 也不執著於這樣 那麼其實這個就是什麼? 破除我們的這些執著心 我們的執著、妄想的執著 那麼因為這個執著的這一念心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會帶動你後續的這些緣起的一個關鍵 因此才說為什麼要把這些分別、妄想、這些觀念 這些執著的心都要能夠把它放下 所以他說金觀此間的發起 那麼前面他講到的這個就是一個究竟 從本質、從開始一直到這個結果 他就有這樣的一個一路 有這樣的一個軌跡、軌跡 雖然說這個能言心有些人認為它是假的 是偽經 但是我相信我們今天講的人跟聽的人 其實都認為它是真的 會來聽的 會來聽的 然後給他講定了這個經 因為當然也有在這個法滅盡經 有一部經裡面就提到 這個法要滅的時候就是能滅盡經 第一部就是那 那一部先滅了以後就是 我想因為它滅了 你會講實在講 因為真的很多人不能去入他的心 對 但是其實這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破人去的時候 乾脆就省去他 對 領悟看看 我覺得他講的實在是沒有錯 他講的就是裡面所提到的這個內容 也可以說是非常精闢 很精闢 但是因為他很維繫 為什麼維繫的原因就是因為 那個不是他能夠指出來給你看的東西 也就是說他現在要講的這個 心的這個離題 這個本源 他沒有辦法 就好像說我可以指出這個是部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他是這麼做的 我們事情可以這麼說 但是這個心境 這個本源 這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辦法指出來 但是他可以透過說明 可以透過這樣的言論 你去領悟他 去領悟他 但是他怎麼樣證得呢 就是靠自己 自己要能夠自覺自證 就是說講這個禮 你要去領悟 然後就好像這個 就好像這一盤東西 你看這麼的美味 看起來很美味對不對 講說他是怎麼知味 什麼知味 他就怎麼樣 你光是用看的用聽的 你其實沒有辦法你領悟到 對不對 因為講不出他的知味 可是你吃吃看 對不對 你吃了以後 你就是嗯就是這樣 對不對 那就是這樣的那個這樣 其實就是剛剛我們這個文字上說的 在給你說明的那個內容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當你實證的時候 他就離眼了 就不是還要再講 不必再說他是什麼知味 為什麼你吃了 你就明明白白的 你能夠了知他是什麼知味 乃至於什麼 你吃了這個知味之後 你還可以再說 他其實不是只有酸 他還酸中還要帶有一點甜 或者是說他又是怎樣 他又怎樣 他又有點脆或是有一點什麼 這個是透過你實證了之後 你再把它這個說明出來 也可以說更強勁的 或是更體系的這個說明 所以這些說明可能是有不同 跟最初一個人講說他是酸酸甜甜的 但是你照這個方式吃了之後 他不是只有酸還甜而已 他這個酸甜他還是什麼 是屬於哪一種程度的酸 他的甜他又帶有怎樣的一個甜 其實不管你在增加了多少的語言 但是都沒有離開 他是酸是甜的這個本質 那所以其實佛法你說哪一部經是佛說的 哪一部經不是佛說的 這樣的判定其實也是很沒有一個根據 為什麼 因為佛法是教人家證悟的 對不對 當你證悟的時候 因為你的佛性也是跟佛的 佛性是一樣的 當你證悟的時候 你所說明的這些其實也就是等同 就是佛所說的一樣 所以光是我們講說佛所說的經典的這個論迪 其實還有什麼還有菩薩說的也是也算了 佛弟子說的也算了 正道的人他所說的內容也算了 比如說我們 你如果親自聽聽過佛說了些什麼樣的話 對不對 然後由你來轉述 記錄 記錄 轉述了 然後說這個就是我寫的 然後你不能夠因為是我寫的 我沒有證酌 你說這我寫的內容就不是佛說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的這種判定 有時候也是存著眾生的妄見在裡面 也是存著這個妄見 那麼因此就是你要是能夠去 就他的這個道理 就他所說的道理 那麼如實地去理會的話 其實你就能夠了解 才能夠真正地去感受到 這個道理的這個真實性 所以就像這個佛爺講 要什麼依法不依人 對不對 依法不依人 所以如果他的法 他的道理講的是這個 是很這個可以去領會的 也是跟其他的這個 寫教經典的這些意義是沒有衝突的 那麼其實也不能夠說他不是 好 所以他 那我們就繼續讓他看 所以他這裡提到說 以這一部經 以這一部經的發起是從哪裡開始 就是事過營事 那麼此正阿喊之時也 也就是說他用古時的這個內容 古時的這個時段 那麼他把它這個 對應到經典裡面的這個內容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安安尊者去這個啟食 然後就被這個摩登前女引誘 那麼就是差一點就毀了這個戒指 那麼是佛念這個能言之後 那麼叫文殊菩薩去把他救回來 也就是說發起的因緣是從這裡開始 就是由這個營開始 它其實就是我們生死輪迴的一個開端 之所以我們會有生命的這個輪迴 就是因為營心 因為就好像我們生命要產生 是不是必須要透過父母的結合 我們才會有生命個體才會產生 所以這個營它就是輪迴的一個最初的一個關鍵 營心它就是一個最初的關鍵 所以裡面有提到就是 如果你要修行的話 這個營心如果沒有去除 你要成就就近解脫是不可能的 乃至於你說你要斷了這個輪迴 生死輪迴也幾乎也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說什麼因就是什麼果 由此因一定得此果 所以如果你營心不斷 那麼就可以知道你的果一定是什麼輪迴 還是生命的輪迴 沒有辦法免除的 所以最初它就是發起的前提 就是由這個南嶺的這個情愛開始 所以這個就是正是什麼阿涵之時也 也就是阿涵經教的時候的時段 為什麼阿涵經 阿涵經最主要的這個最主要的果息呢 就是在破除我們這個我 破除這個我 也就是說我們眾生都以這個身為我 你現在這個身體 你這個身心以這個為我 那麼由這個我才會有怎樣 才會衍生出很多的這些苦樂、感受 才會有這些種種的這些事情 比如說也因為有這個我 所以我們才有什麼家庭、有事業 有這個名利、有詮釋、有悲歡、有禮和 這個都是因為有我而有的 所以在這個阿涵教的時候 就是先把這個我先去分析哪個是我 我在哪裡 我是不是實有的、實在的、是不是不變的 那麼由這個地方開始去做認知 所以這個是可以說這個就是在阿涵的時段 那麼其真心已破直身長見、逆網已破斷見 這個是阿涵之教 為什麼?因為在因為我們眾生不是直有就是直無 不是直長就是直斷 也就是說我們的觀念一定都是偏一邊的 你沒有辦法很中肯地去看一切事 也就是說這個好像就是說有些人就是外道就是有這個斷見 就是外道的羞絕就是什麼? 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 死了就一了百了 這個就是屬於斷見 他不知道這個如果你這個習氣種子不斷的時候 你還會透過因緣合合 那麼還是會產生了這個相去的作用 那有相去這個就不能是斷了 就不能說是斷了 斷就是從此就不生了 就沒有了 那有些人就是值得這個常見 凡夫眾生然後執著的就是常 什麼是常呢?就是什麼? 一切都是不變的 什麼都是不變的 好像這個我們這個家庭 家庭就是本來是三個人的組合或是五個人的組合 一定就是三個人、五個人 他就不能夠有四個或是六個 就是認為這個就是一種都是常態 都是一種恆常的不變的一種 甚至於凡夫也是什麼? 祈求是不變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健康就要永遠健康 這個富貴也要生生世世都富貴 永遠都是富貴 所以你看有錢人 人家古人為什麼講說富不過三代? 有錢人他會還要一直有錢 相去的有錢 富貴、名利各方面 眾生都是希望是不變的 就是執著的觀點 然後所以通常不是斷就是常 很少說知道說斷是不斷的 常也是不常的 很少有這樣的一個中肯的一個觀念 所以這個也是什麼? 阿罕經教的時段 那麼所分析的 那麼 喜遍旺見 以顯真見 過見經 以顯本覺 亦與生密同時也 結生密經 那麼講的就是什麼? 就是為世的這個 就是分析我們這些心事的作用 比如說前面會講到 因為你有感受就是這個接觸 然後就會產生苦跟樂 然後有苦有樂 你就會產生痛苦、煩惱 然後就會生死 那麼接著再更深一層的去探究 為什麼我有這樣的念頭? 我這些念頭又是怎麼來的? 心念分別這些事又是怎麼產生的? 那麼所以這些相當於就是 就是講到這個裡面有提到這個 妄見還有真見 也就是怎麼樣來告訴我們 這些妄心的作用 那麼其實就是什麼? 它是生滅的 但是有一個不生不滅的 那個是叫做真見 所以這些都是怎麼樣? 都是在說明 還有這個五韻三科 會歸常性 則同波瑞真空 法法實相 因為後面有提到 五韻色受 這個什麼? 色受想起死 還沒睡醒 五韻還有三科指的就是這個韻戒處 五韻還有什麼? 十二入戒處 十二入十八戒 指的就是我們之所以產生 這個產生了分別功能的這個關鍵 就是因為我們為什麼能夠感知一切的外境 就是因為我們有六根 對不對? 因為你有眼耳鼻舌聲 所以你才能夠感知外界的境界 外界的境界就叫做稱作成 成境 所以你六根對了六成 你才會什麼? 有這個分別才會產生 就是比如說你看到什麼 眼耕對到色塵 然後才知道 這個是不是好或是壞 這個是什麼作用的 這個分別的四就產生 耕就產生 這個總共三 三 總共是十八 就是這個總共是十八戒 因為六根六成六四 總共加起來就是十八戒 十二戒指的就是六根六成 所以就是這三者 因為有五蕴 所以為這個基準 五蕴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身心 身心整個包含起來就稱作五蕴 這個五蕴的作用 它會產生了這個六根成相對的現象 作用 因此產生了分別 這個分別 這個其實就是怎樣 就產生了我們的這個世間 種種的這些分擾的這些現象 就是由這些而產生的 那麼在阿涵的時候會說這個都是什麼 先說明你這些都是怎麼樣產生的 就是你的苦樂、世間現象 一切現象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因為你有六根六成對六四 產生了所有一切的現象 好了到了這個波瑞的這個法則的時候 再來把這個全部都是什麼 回歸在是屬於如來常性 本來就具備的 比如說我們常常聽過這個自心 具有這個橫沙性的有沒有 橫沙性的也就是說這個心呢 是說明這個心並不是死極空極的 不是什麼都沒有的 而是什麼它本身就具有信德在內 而且這個信德有多少呢 有橫沙之多 也就是說也就是這個本經裡面 它能夠含著能夠什麼產生引起一切的功能 就是只要什麼具足合合 它就能夠產生了這個現象跟作用 而且是什麼沒有障礙的 所以這個就好像這個跟波瑞真空 發發十相那麼又立兩直之間也 那麼七大騙舟信真圓榮 實語華言理事無愛法界相等 就是裡面有提到這個七大騙舟 這個真信如來常性呢 這個本身是什麼圓榮無愛的 那麼七大指的是什麼 七大這個也就是 也是這個大家子語的一個關鍵之一 一個原因因素之一 為什麼 因為平底經典講四大 對不對 替隨國風 那麼這裡有的經典就講這個六大 還有空 空跟四 但是在這個能力經裡面講到 還有一個劍 有一個劍 那麼就是 所以就統稱為七大 那麼就是因為它加了一個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可疑的地方 為什麼會多出一個劍來 所以講到這個七大騙舟 自信真圓榮 那麼這個跟華言的理事無愛法界 也是相當 那麼乃至於第四卷裡面有提到 一為無量 無量為一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與一毛端限寶王岔 坐圍城里轉大法輪 這個乃至略顯華言事事無愛法界 那麼正是首歸廟莊莲蓮 是為究竟歸臨之地也 也就是說究竟之地 其實就是華言的事事無愛法界 那麼也就是能夠看到這個法界 講到這個法界一為無量 無量為一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也就是說在這個 比如說這個一毛端裡面 能夠限寶王岔 那麼其實這個就是什麼 華言十全門裡面的一個 一個個門的一個內容 那麼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境界 那麼到這裡三身一體 智勢乃顯 三身本來是法報化三身 法身有法身的功德 報身有報身的莊嚴 化身有化身的作用是各個不同 但是其實三身是一體的 那麼在這個時候才這個顯像 那麼釋迦出世之本懷 教化眾生必欲引射致死而厚矣 那麼這一句話就已經把什麼 學佛修行的一個究竟歸屬 你說修行要達到怎麼樣才算是究竟呢? 才算是解脫呢? 才算是這個才算是能夠自在呢? 其實就是要到法眼的世術外界界 那麼這個才算是一個究竟 所以呢 這個 誓之死經呢 無教不收 無疾不涉 其可決定一時在 所以呢 能夠知道說由此可知啊 這一部經呢 無教不收 也就是什麼 小使中頓於一切眾生 一切的這個教義全體都是含涉的 無疾不涉沒有眾生 沒有一個眾生不涉持不涉化 所以怎麼可以說很局限的 一定把這一部經定在門 哪一時說才可以呢? 是不能這麼說的 那麼他後面再繼續說明呢? 他說因為什麼? 釋迦世尊所秉如舍納佛一時向印 這個一時向印指的就是什麼? 唯密一心 唯密指的其實就是一心啊 就是一心這個道理 其實就是一時向印 那麼一時向印呢? 其實就是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三法印 我們知道在阿涵裡面不是有提到這個 就是最初的教法裡面不是有提到三法印嗎? 諸行如常、諸法無我、吉吉涅槃 這三法也就是說 你要用這三法來印 印持所有一切諸法 一切法是不是有合乎這三法印 合乎這三法的內容 那麼你才可以什麼? 認可啦 也就是說世間所有一切事都是怎樣? 諸行如常就是沒有一行是 是常不變的 是不變的 所以一切法都是怎麼樣? 都是無常的 那麼諸法無我 一切法都是什麼? 無我其實指的就是沒有一個主宅力 沒有一個主宅力 沒有一個獨立性 所以一切法通通都是無我的 都是無我 那麼這個無我也就是無自信 也就是一切法都沒有它的一種根本的本質存在 沒有它的本貌、本質啦 也就是說它那個本質都是空的啦 都是相依而有的 一切法都是相依而有 依存而有 就好像我們講說 這個 就好像我們講說 之前我不是有問過你們嗎? 覺得講話很簡單嗎?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身體的勞動 屈身作為好像很簡單 講話很簡單 就是我們平常認為很簡單的事情 其實它都很不簡單 那不簡單的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它必須透過重元的合格 互相的支持作用才能產生啊 如果失去一樣的話它就瓦解了 它就瓦解了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講話 雖然好像就是動動嘴巴 嘴巴張開張開 這樣子就可以說話了 就能出聲了 其實你知道這個聲音的出來 字句的產生 它要從哪裡? 從哪裡開始? 從哪裡展開呢? 所以你說講話好像就是只有嘴巴 其實它還有很多的結構 對不對? 你還要牙齒 還要舌頭 還要這個很深淡 還要這個兩頰 對不對? 嘴唇啊 兩頰 然後還要有肺 要有這個 要有氣 對不對? 那麼要這樣子壓縮 它才能夠產生這個冰身 那你想如果缺了一樣的話 話能講得好嗎? 能夠講得來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啞巴的人 他是不是 可能看起來外向都好好的 但是他其中一定也有一個關節 是不良的 對不對? 光是一個關節不良 你就全體就不能動 所以就好像那個 就是像那個 就比如說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念書好了 看起來就是整串的 對不對? 其實他是各個無主的 沒有一個是有自信的 為什麼? 你只要把那個線抽掉的話 全部都散了 哪裡還能夠成為一個 可用的一個狀態呢? 所以任何一種狀態 它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靠合合 各個不同的條件 聚主以上 那麼來合合 才能夠產生這樣的一個 一個作用 現象作用 它才能夠聚主 那麼即使聚主的這個現象作用 它畢竟也是什麼? 也是空的 也是無私性的 為什麼? 因為就好像那個傀儡一樣 他可能這個 也會視線展現 會跑、會跳、會笑的這樣的作用 但是他必須還要有什麼? 有限的抽動 如果你把這些線全部放掉 他就什麼也不能動 所以所有世間一切事物通通都是這樣 那麼所以這些通通都是 我們講說三法印 那麼其實就是一十項印 所以一十項印其實就等於三法印 就是把三法印合起來就是一十項 把一十項打開就是三法印的結構的內容 所以這個都是怎樣? 都是一新 但是空甲中三官法門 乃為破破之例句 也就是破除什麼? 破就是指的就是煩惱 疑惑煩惱 怎麼樣能夠斷除呢? 這些這個煩惱 其實就是透過空甲中的這個三官妙形 那麼這個官景其實官主要就是在心智上 就是在你的心上 你的智慧的一個運用 所以官本其實指的就是你的理念 我們簡單講就是你的理念 你的思想、你的觀念 你的觀念如果是這樣建立的時候 那麼其實你所對應出來的 所有一切日常的這些經歷 他就可以用這個官門來把它解決 來把它對峙 就是一種對峙的現象 那麼所以這個就是要透過這個空甲中三官 那麼才能夠什麼? 提起我們對於這個法門的一個修行的一個對峙 所以他說視尊出事呢 就是要讓眾生能夠正此一心 那是奈何眾生煩惱夠重 不敢頓事此心 因為眾生的煩惱就是障礙比較重啊 所以一下子如果告訴你說 萬法都是唯心啊 都是由你的心產生的 但是你一定沒有辦法 一下子能夠接受這樣的道理 所以他必須要怎樣? 慢慢的引入、慢慢的帶入 慢慢的讓你建立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呢 所以呢 孤於阿涵會上 所以孤且呢 就在這個阿涵會上呢 且說人天時善 免諾山土 即說無常、苦空、無我、苦習、滅道、賜地及十二因緣之法 立諸眾生全出三界免離生死 也就是說 先處理生死啦 先能夠停止你生死輪迴相叙 然後再進一步的去修這個真善 所以呢 先講到這個人天時善 免諾山土啦 山土就是三惡道 怎麼樣能夠不諾三惡道呢? 你就是修十善就不會諾三惡道 所以呢 有些眾生就害怕這個 會害怕這個 當然什麼 人天跟山土它就是一個對比 人天一定是快樂的對不對? 山土就是恐怖這個可怕的這個果報嘛 所以當然什麼? 先讓眾生先有所取捨 你先什麼? 先把自己能夠什麼? 往這個人天道去建立 那麼能夠免離三惡道的苦 基本上讓自己能夠沒有這樣的一個憂慮 所以先修十善 十善修了之後 再說什麼? 在認知真理道理 無常苦空無我的道理 那麼苦極滅到四聖地 還有十二因緣之法 那麼這個呢 都是什麼? 都是在進一步 你能夠在這個修善 身口意能夠修善了之後 那麼再什麼? 去理解這個道理上 應該怎麼樣去認知啊 那麼要讓眾生能夠全出三戒 全就是全疑啊 先能夠方便的處理三戒 能夠怎麼樣透過什麼方法 你方便先處理三戒的生死 免離三戒生死的苦難 所以這個時候呢 所證的涅槃稱作偏空 偏空 為什麼? 因為直空而不能有啊 因為這個 就像有些人呢 這個認為這個是 知道說這個是空的 然後他就怎樣? 他就對於有呢 他就能夠捨離 可是捨離了之後 他就是害怕這個有 不敢再有 為什麼? 因為知道這個還是 這個有會帶來煩惱 所以他就不敢有 就好像有些人 這個其實也很明顯 有一點我們平常也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這些養寵物的人 養寵物的人呢 他養寵物的時候都是很愛寵物對不對? 跟寵物感情很密切 然後當有一天這個寵物死掉了之後 你看看他都會怎麼說 我以後再也不癢了啦 對 我就是 對 這個也是怎樣? 也是因為恐怖 害怕這些有會產生的這些痛苦煩惱 所以就不敢擁有 然後他也不敢就是會去捨離 會去避免他 所以這個就是會直空而不能有 那麼以小聖不達為世道理 接著小聖人因為不了解為世的道理 因為小聖人他只知道什麼? 他只知道六世的作用 就是說眼睛看 眼睛分別了什麼 耳朵聽耳朵分別什麼 他只能夠接受六世的作用 但是他不能夠了解阿賴耶世的作用 也就是說對於阿賴耶世的道理 二聖人根本沒有觸及到 二聖人其實不了解這個阿賴耶世 所以因此佛還要再說明為世的這些道理 了解這些分別是從哪裡來的? 怎麼產生的? 所以這個是什麼? 又更深入一層 所以在這個為世裡面 就是說講到這個解身秘經 建立九世 那我們講不是八世嗎? 為什麼會有九世? 那所謂這個九世指的是清淨無垢 就是八世的一個圓滿 八世的清淨稱作無垢世 所以呢 又一之而起八世呢? 便起根深氣界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根就是我們的六根啦 我們的六根 深就是我們的身體 根深其實指的就是我們這個身體啦 統稱叫做根深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身體能夠產生知覺的作用 能夠看、能夠聽、能夠說、能夠這個產生這些 所以呢 這個根深很有器界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物質世界啦 一切的世界、氣勢間也就叫做器界 那麼在這裡他就已經說出了什麼? 我們的身體跟我們的環境全體都是阿賴耶士的變現 就是由這個阿賴耶士所產生、變現出來的 因為無眠所以八世就是變現了這些根深器界 那麼自己呢?又在這裡面受用 那麼自己呢?又在這裡面這個產生了種種的苦惱、輪迴 這些全部都是怎樣? 都是阿賴耶士的作用 所以是要我們怎樣? 明白、妄向、皆從為世所變、其向本空 所以了解文式的道理是要了解什麼? 這些象本來就是空的 為什麼?因為這些象 比如說上次我們有讀過這個大聖起信論的人 可能他就比較有概念 知道這個什麼?都是見象 就是因為本來是一星、親近一星對不對? 那麼一星當中其實什麼也沒有 但是因為無比的關係就是什麼? 變動了就產生了什麼?見分跟象分 就是有一個能見的心就產生了 能這個動能就產生 還有一個境界也跟著產生 所以這些全體都是怎樣? 就是你的你的心 全體就是你的心所變的 所以為什麼你會聽到說 你看別人怎麼樣其實就是你心裡怎麼樣 為什麼?因為完全就是由你的心來感知所有一切 由你的心變現所有一切 也由你的心來分別感受所有一切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人其實就是你自己 這個當然這樣的概念必須要通過什麼? 通過證實、通過驗證 那麼你才能理論上是這樣說 那麼這個理論當然是聖者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覺悟那麼來告訴我們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透過這樣的領悟呢? 去做這樣的一個修行 就是說你能夠把所有一切都當成 其實就是一個自己 所有一切人不管好人、壞人什麼 好境界、壞境界 通通就是你 就是你的心 全體就是你的心 那麼因此其實菩薩也是因為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所以他能夠去度化所有一切眾生 那個因為瞭解這些通通都是迷子 都是虛妄、都是什麼? 本來沒有的事情 但是職為有 眾生迷子職以為有 所以菩薩就必須特別去教化我們 特別教化我們 使我們能夠去明白這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接著就講到波瑞、海顯、真空 所以阿羅漢他們所贈得的就是偏空的理 還不是真空 那麼所以一直到講說波瑞顯示真空患有的時候 已經距離阿涵有四十年的時間 可見的佛瑕要教化到這個波瑞的真空 這個道理的時候他必須要培養多久的時間 把眾生的根基培養了多久 他才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 接受這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一直到法華純潭十相 直至一心以顯中道 涅槃乃明平等佛性 這個是法華跟涅槃 裡面這個所說的這個內容 那麼三聖同歸五性其入 凡有心者皆得成佛 方盡世尊出世本懷 所以在涅槃經的時候 才說一切眾生都有平等佛性 在前半段涅槃經他傳來中國的時候 他有分前半段跟後半段 前半段的時候說一場題不能成佛 有五性的差別 五性的眾生差別 有人就是什麼有不成佛 永遠不能成佛 但是這個永遠不能成佛 其實也是一個權宜的說法 為什麼要使這些眾生 一場題的眾生 他們產生這種恐懼的心理 然後也能夠發起他們的一個佛性 那麼所以在後半段的時候 又傳來的時候才 裡面就說到一切眾生皆有平等佛性 一切眾生皆能成佛 當然一切眾生就含涉了一場題在內 所以當時有一個道生法師 他就是前半段來的時候 他就讀了讀真 他覺得這樣講沒有道理 應該以佛的這個 就是以他通盤的這個對佛經 佛經論的一個理解 應該一切眾生都能成佛才對 為什麼他在這個地方說一場題不能成佛呢? 所以當時他就主張這個一定不是不完整 一定他說涅槃經的宗旨應該還是什麼? 應該是要歸入一切眾生皆能成佛才對 那麼當時就有很多的這些就是很多 很多這個法師然後就持不同的意見 然後就攻擊他 就攻擊他然後就排領他排斥他 後來他就到深山裡面 每天跟著石頭說法 他就講給石頭聽 把石頭堆起來就當成他的聽眾 當成信眾然後就這樣講 講到那個石頭都能點頭 所以就有一句話說 深公說法石頭玩石掩頭 就是這個免故 那麼後來他這個好像這個他往元吉之後 好像經過一百年的時間 後半部才有傳來 那時候才證實了說原來他當時所持的理論是正確的 就沒有錯 所以講這個一產題不能成佛 這個是所謂一產題指的是斷善根的人 或者是惡性重大的人 或者是有些人他不是都很替替嗎 他講什麼他都不相信 所以他還會反駁你 有很多眾生也是這樣 他是不太能夠接受這個道理的 那麼這樣的人 即使他只是怎樣 一個階段不能信受而已 因為什麼善根不成熟嗎 但是如果以長遠來看 把時間拉長的來看 他未來終究如果他還有 他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善根 還有一念的善根 他還是什麼 能夠有機會可以開發 還是有機會能夠這個向善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們常常這個 給眾生種善根 你看這個在高速公路上 為什麼有些人都會花錢 拿寫拿摩阿彌陀佛 或者是會有很多的佛號標語 在那邊不斷的這個 不斷的在 不斷的在講 就是讓這些眾生 你即使不學果 可是你只要看到 你六根有接觸到 其實就是一個善種子 中究什麼 未來就是有機會 有這個種子就有機會 所以他就我們後來就是很多都會朝著這樣 這方向在跟眾生結緣 在這個默默的做度過眾生的事 所以你說為什麼有些人見面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有些人當然也很反對說 你怎麼把阿彌陀佛當成這個問候語啊 可是你把它反過來想 也許當時的初衷就是希望什麼 接觸到的眾生都能夠熏習 耳根都能夠熏習到一句佛號 所以這個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也不要偏執的來看 對不對 因為法是圓融的 法本身他也沒有什麼 一定是什麼 他的這個他一定有什麼 有他的這個善因 他必然就是能夠就有機會成就這個善果 所以有時候常常跟人家講阿彌陀佛 有時候也是一種熏習 一種熏習讓眾生能夠種善根 所以這個要有心一定能夠成佛 那麼這樣的道理 才是能夠盡世尊出世的本懷 但是蘭涅寒尚未賢有圓融之旨 那麼今以此今所權理去通圖 暗定一代實教設法無疑 也就是說現在就是 每一部經其實都是怎麼樣 都有他的特色 主旨不同嘛 所以他所呈寫出來的這個要意就不同 那麼就是能言經他所權的這個道理通圖 理去通圖 暗定一代實教 以一代實教來說它是什麼設法無疑 也就是說包含了一切的佛法的一個綱要 一個大要 那麼更何況使從阿函中至涅槃 上系化佛所說之法 而圓融道理乃屬華眼為報佛所說 也就是說化身佛跟報身佛 他們所渡化的對象是不同的 說法渡化對象是不同 所以他們所說的法當然層次上也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夠平等來看 不能夠一起來看 所以由事觀之 岂可決定一時哉 所以怎麼能夠設定 局限說一定是在某一時 所以他說如果就法界海匯來觀照的話 那麼則釋迦說法四十九年 始終不出剎那記三昧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節念其修 時間跟念頭 時間跟心念是同時的 是同時 無時之時十五先後 我們講時間 什麼時間什麼年代 這個時間或者是結束 這個時間的建立 其實是因為你有現在的心 有現在的情境 你來建立這個時間的 其實這個時間本身是沒有一個字體 時間沒有一個時有的時間 沒有一個東西叫做時間 也就是說這個時間是什麼 因時因心因地而異 因為境界情境的不同 心境就不同了 比如說你做夢的時候 你現在在這個2017年的7月 你幾點鐘你睡了 然後你夢見什麼 20年前的你做了些什麼事情 或是你說這個你夢中的時間 跟你現在的時間難道會是一致嗎 它是因為你的心念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時間也是 也是建構的 也是因為什麼太陽日月 因為這個日月 然後因為這個光明跟黑暗 我們來計算稱為一天對不對 你看古師后最初他們在計算 本來沒有時間 後來為什麼會有時間 也不是拿著竹竿在這個太陽底下 然後看他的刻度長短 有沒有 記錄這些 然後才奠定一個時間的一個規則 所以這個時間其實是什麼 沒有時間的時間 時間本身沒有一個 實有的一個字體 它是因為這個情境的不同而建立的 所以講這個時間其實是什麼 是沒有時間的時間 所以沒有時間的時間 哪裡有先後可得呢 就好像怎麼 我們一片光碟以前是錄影帶 現在我們講光碟 要不然拍電影好了 其實一片光碟 你看那個片子 一個片子裡面 它可能有怎麼樣 如果裡面所記錄的是 是這個有100年的時光 對不對 100年其實就在這一片當中 100年的時間說有嗎 其實是沒有 沒有100年可得 可是100年說沒有嗎 它每一個時段各有不同 它怎麼樣都不同 就是你把它放出來 它所呈現的螢幕 就會有一年一年的不一樣 一年一年的次第就不同 對不對 如果沒有的話 你把它收起來 它全部就在那一片當中 時間也不可得 所以你說這個前後49年 其實就在這一剎那 一剎那就劇足了49年的這個說法的次第內容 所以這個也稱作什麼 節念其收 這個是華言的一個概念 華言的七處九會 它其實是一處同一時間的七處九會 而不是第一會晚了在第二會 第二會晚了在第三會 第三會晚了過幾年在第四會 不是這樣 而是它是整個是圓融的一個呈現 七處九會是一時呈現的 一時而有先後不同 所以這樣的概念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去理會了 譬如說這個 譬如說我們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它是整理的 對不對 一件衣服裡面可是它有怎樣 它有長短 它也有寬、瑕 對不對 有領子、有袖子、有這個口袋 一個在裡面是看不到的 有的是顯露在外面的 有的是什麼 對不對 這些種種就是叫做差別 這些差別一定都是不一樣 可是這些差別全體是一個整體 全部是一個整體 所以袖子跟領子它絕對不能分開 但是袖子是袖子、領子是領子 是不同 可是它是要講說的時候是各有不同 但是實際上它的本質 它的這個本樣它是整體是圓融的 它整個是圓融 而且是一時期限 是平等的 所以當你看到李子的時候 就是看到袖子 看到袖子的時候就看到下板 對不對 它雖然各有不同 但它是一時完整的呈現 所以他說這個其實是無時之時 十五先後 但是如果就硬化門頭 基有身手 從前置身不無次第 那麼這個硬化門頭指的就是什麼 在硬化當中 那麼指的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如果每一個部分每一個部分要來說 要來做的時候 那當然它是有次第不一樣 它不是一時就完成的 這個是從過程當中來分析的 但是我們很多 我們都是怎樣 是從整個果項上來看 所有一切的分布 一切的不同 就好像其實 我們雖然講因果、因果 但是其實我們都是怎麼樣在講因果呢 是你是從因在講果 還是從果在講因 這是不一樣的 如果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怎麼樣 我們看到的都是果香 都是果、什麼都是果 從這個果再來說因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看到人 這個就是果了 我們這個身心就是果 果報體對不對 然後來看你這個果報體是怎麼產生的 這個時候才來說因對不對 所以很多都是什麼 都是果的一個呈現 比如說我們說電腦 電腦也是一個果 稱作為電腦 凡是一個假名的施設 它就是一個果的 一個由果、意與果來建立的 比如說這個就叫杯子 對不對 如果它沒有完成 只是叫做鐵片 鐵片也是果啊 可以了解嗎 不管即使叫做螺絲釘 螺絲釘它也是果 所以這個桌子它是什麼 它是木頭做成的 就木頭本身來說 木頭本身它也是果 對不對 從桌子來說 桌子也是果 但是你可以說桌子是什麼 木頭是桌子的因 是可以這樣講對不對 這個也是什麼 由果來說它的因 所以沒有一個因是獨存的 也沒有一個果是單有果的一個呈現 為什麼 因跟果它是相對而有的 它是相對而說的 所以很多都是在開發我們的一些之間 我們對於事情的一些迷茫 就是一些這個迷茫 那麼能夠透過這樣透過這個經論的這個剖析 那麼使我們清晰它 那麼我們的認知之間才會正確 我們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下次我們就可以進入 原則上這一天其實是要說明 我們對於真偽的一個認定 那麼還是有另外一說 不是真的就是不是真的就是真的 或者是未經就真的是偽經 那麼它還有什麼 還是會有 因為這個都是個人所值的偏見 偏見不同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看潘山大師他的偏見 他認為他怎麼樣來融會 這個一經的這個能言經的一個實在 一個真理一個真理的一個認可 那麼它就是透過華眼的 刹那替三昧這樣的道理 從根本法輪來看這個經典 那麼這樣子的話就無限可及了 對不對 你要說它是哪一時都通 為什麼說哪一時都通呢 因為每一時的眾生根基都不一樣 就那個眾生根基來定定的那一時 那其實這些時其實也是無時的時 無所謂什麼小時中頓元的一個本質 一個實體 它都是怎樣 因著境界、因著眾生而建立出來的一個假明 建立出來的一個法 所以這些法同樣也都是怎樣 也是無有自禁的 好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我再次看到海貌的一時全都可以 不知心事 我也會希望做一個風格的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